中间白蓝两头黑 被以为是四大明珠之首 吃原粮喝泉水 毋庸置疑的 注重贵族啊 马兵说得这样 这里不一样 大家好 中国有四大明珠 你知道吗 四川的荣昌珠 江苏太湖珠 湖南的宁乡珠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 被以为四大明珠之首的 浙江金华珠 它一头一尾 它黑的 中间是白色 所以被称为是两头乌 乌就黑色嘛 这毛色黑白相间 和大熊猫 它就特别像 所以被称为是 中华熊猫珠 国宝啊 这两头乌啊 原来呢 它产自金华义乌的义亭 东洋的化水和湖西等 至今有1700多年历史 它曾经作为国理 出口到日本 法国 加拿大 泰国等国家 2016年被选为 G20峰会晚宴的特供食材 2020年 成为中国唯一入选 中欧地理标志 首批保护清单的猪 但是上世纪90年代啊 大量舶来品种 引入中国后 金华的两头乌 和其他中国土猪一样 受到市场冲击 一度濒临灭绝 找不着了 2013年 那浙江金华协定重振这个两头乌的雄风 所以你看看 这千五茶园和竹林 放眼望去 是绵延起伏 这总投资3.5个亿的一个国际牧场 也是为两头乌打造的猪猪物乐园 在这里猪猪们热了 有空调 冷了 有地暖 而且这里的温度 湿度 空气成分等等啊 都采用过智能监控 一旦出现异常指标 哎 这味儿有点不对 哎 这点冷了 马上会自动调动 风机和水电的设备 进行及时调节 这还有月子中心 还有余熬园 还有多家村 当然了 都是给猪猪们准备的 这些猪猪喝的是山泉水 吃的是空心菜 西兰花 胡萝卜 这些都是他们牧场自己种的 当然了 那也不能吃太饱 吃八分饱就行了 吃完也不能躺着 吃完还得在运动 运动锻炼锻炼 那还得听听音乐 提高下自己的艺术品味 健美的体型和文艺范儿 合在一块 才是一头合格的两头乌猪猪 所以您瞧 这两头猪猪呢 还用鼻子拱球呢 玩意是不亦乐乎啊 所有这些猪猪们 都是数字化生存 在5G智慧养殖中心 你可以看到猪猪们 它的这个怎么成长的 从这个种猪选种 交配 怀孕 生产 哺乳 保育 再到育肥出来 数字化 您再看这猪猪耳朵的耳标啊 也是数字化 这就相当于每个猪猪有个ID 只要通过扫描 啪一扫啊 就能准确检测 并记录到每只猪猪的身份 体重 体温 饲养的情况和健康情况 甚至说直接啪一摁的 耳标就迅速就闪能找到这个猪猪 但凡那个猪猪头疼了脑热了心脏不舒服了 哪痒痒了 工作人员一按摇共气 迅速通过耳标就能找到这只猪猪 然后来 按摩一下的 打个针的 吃个药的 治疗一下的 心里给你疏了一下的都可以 所以除了耳标还有自动投胃系统 净化空气的新风环控设备 还有的猪猪拉爸爸上卫生机 还有个自动瓜分的系统 这也得和数字化 所以这基本上达到了没有人的这种养殖状态 目前这儿的两头乌猪猪有四千多头 需要几个人 俩人就够了 所以从这儿走出的两头乌猪猪 你甭管吃喝拉撒 还是说健康体测 还是从出栏上货架的肉质情况 那么你只要到超市 看这儿 一扫这个码 这整个一条龙所有的数据 所有情况 一眼一看便知 这叫什么 也是个数字化 因为这个熊猫猪猪猪 两头乌国际牧场的火热 就带动了周边乡村的发展 民宿啊 餐饮啊 农产品销售啊 遍地开花 到去年年底 牧场为当地九个村 引流了十五万人次 带动周边村民就业超过了三百多个人 助力村民增收是一千多万人民币 预计整体将实现 每年吸引客流量度 一百多万人带来旅游收入 一个亿人民币 所以这些可爱的猪猪们 黑猪猪们 真正成了个摇钱猪 成了个什么金钱猪啊 我还忘了告诉你 这个熊猫猪猪两头乌国际牧场 目前是全球首个以两头乌为IP形象的 复合型亲情互动乐园牧场 注意啊 他不仅是养猪 他还是个带孩子亲情玩的地方 来到就能赚到 你既能参观猪猪们在这个欧洲古堡市的这个古堡里面的八星期的快乐生活 还有儿童乐园 花园餐厅 这些网络打卡店 甚至还能举办个猪猪主题婚礼了 当然这不是给猪猪举个婚礼啊 如果你在这儿举办婚礼 有很多主题卡通的 IP都是猪猪 很有意思 所以这一切都是脱了猪猪的福嘛 因为在中国人自古以来啊 猪猪就是一个福啊 福相很可爱很幸福的感觉 我们再说呢 一般的猪猪是五花肉 它五花肉什么 就是说连着皮带着肥肉啊 带着瘦肉五层 但是这个两头乌猪猪啊 最多可达到七八层 您就想想啊 它多了那么多料 所以呢 如果你当了玩儿 饿了累了 直奔熊猪猪猪两头乌猪的主题餐厅 你可以吃到这个七寸五花肉做什么 东坡肉 红烧肉 红烧仔排 蜜之火发 哎哟 想想 肥瘦是中 香而不腻 而且还有那个嚼劲 你想想 它都馋